澳門的博彩業在武漢疫情的影響之下 罕有宣佈關門休市半個月 現在街上行人基本都是戴口罩的情況之下 沒什麼事也盡量少點出街 畢竟身體健康都是 放在第一位 有健康才有財富 也趁現在比較有空 和家人 喝一杯欣賞一下 感理 之餘 也剩下心 總結思考一下 以前 賭場搏殺的一些經驗策略 雖然未必全面 但是也拿出來和大家一起分享 認為合適的就拿去 不合適的就 放在垃圾桶就OK了 沒問題 第一步就是選賭桌 無論去哪一間賭場 選合適的賭桌都是 放在第一位 沒理由 盲中盲頭烏鷹 看到賭桌就坐在一起 有一種傻瓜式的選賭桌方法 不妨 亦都說一說 那這種傻瓜式的選賭桌方法 就是 你看到哪一張賭桌 迫滿世人的 那你就 過去那張賭桌 跟隨 大宗去落桌 你不用想了 傻瓜式的 但是 賭本稍為大的賭客 一般都不會這樣做 賭桌人氣多 就算你想落桌 亦都未必那麼容易 你可以選擇那些 大約是開出了 七八局 七八局左右的 八加落 新賭桌 去觀察 剛剛開出的幾局 這些賭桌叫做新的賭桌 去觀察 看看這張賭桌開出的情況 這個時候 主要是看什麼情況 看哪些情況 我具體提示一下 總結了有 五方面的看法 有五體 一體就是 看它是否明顯 一面倒是黃莊 或是黃瀚 二體就是看它是否 瀚念 瀚不念 或者是瀚念 瀚不念 三體就是看它是否 瀚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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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體就是看它是否 瀚念 瀚念 第五體就是 五體就是 是否 看它是否開跳的牌路 第二步就是 根據常術上面的 五體 你選擇 投注方向 你選了賭桌之後 你就要定投注方向 不是 亂來 如果是屬於 第一體的 一面倒的 黃的話 那就選擇 黃門的一面 你就落著 作為這個方向 如果是屬於 第二體的 莊年 瀚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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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瀚念 瀚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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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選擇 連著開出的瀚 或者瀚念 作為 投注方向 如果是屬於 第三體的 莊懸念 瀚念 瀚念 就選擇 莊懸念 的投注方向 如果是屬於 第四體 莊懸念 不規則 兩年 加上不規則 跳 這些 就選擇 觀望 因為它沒有規律 或者是 選擇 其他倒桌 如果是屬於第五體的 是開出有規律的 跳的這個路 就可以 選擇 跟著跳 有規律的跳 買 作為一個方向 第三步 那就開始投注了 如果所選擇的 賭桌 是屬於 第一體 提到的 一面賭王門的 例如 一面賭王的 莊 如果他第一局開莊 你就馬上 跟著買莊 一直跟著 莊斷 開出限為止 就停止手輪的落注 開限期間 不進行投注 當他再次開出 莊的時候 再立即 跟上去買莊 同樣是直至 跟到莊斷為止 反過來 如果是一面賭王限的話 同樣的方法 同樣的道理操作 就可以了 如果所選擇的賭桌 是 屬於 第二體 所提到的 莊斷而限不斷 又或者是限斷而限不斷的話 比如是 莊斷而限不斷的情況 我們可以在投注的時候 就忽略 不連的 這個限 專注於 第一莊的出現 的開出 例如 當他連開的莊斷了之後 就開出了限 這樣我們要做的事情 就是等了 等莊的開出 才馬上跟上 跟上買莊 因為莊是連的 故此 我們 只是從 第2口莊開始買 直至莊斷了之後 就停止了 再開出莊 又跟上買 如此類推 直至你認為這條路已經是斷了 斷了路 就結束這張賭桌的頭主 利長或者是轉桌 都OK 如果所選擇的賭桌是正處於 第3體 所指的莊斷 莊斷都連開出的 時候 一種情況 就莊斷都跟著買 操作上就是 開莊跟莊 開閑跟閑 如果你所選擇的賭桌是屬於 第4體所指的 莊斷都不規則的 沒有規則的 兩年 或者加上 不規則的跳 也就是跳也沒有規律 你就最好 掉頭就走了 遠離這些賭桌 作為常測 如果你所選擇的賭桌是第5體所指的 開出 很有規律的單跳也好 雙跳也好 這些有規律的牌流來的話 操作上就 跟著跳來買就可以了 長龍就有 莊的長龍 有限的長龍 有規律的長的跳樓 其實也是 除了莊或者限的長龍以外的另一種長龍的方式 遇上 遇到這些規律性的跳的龍 也是難得的機會 就應該好好把握 這裏要強調一點就是 無論你什麼方法都可以 沒有人 在賭場是只會贏 不會輸的 在賭場賭博的賭客 大多數都是 其實都是輸收尾的 從來都沒有 逢賭必贏 這些賭神 這一點是必須要承認 高手就只不過是 這類賭客就無論在心態 感覺方面 都表現為 比較為出淚不遂 贏的時候多輸的時候相對較少 而且這類人是 會懂得合適的時候 就會 離場 記得有一個 朋友留言說到 他是扣賭博博彩 住在山頂 這類賭客 其實就是職業賭客 屬於出淚拔萃的一種 至於大多數的賭客 大多數輸的賭客 多數都會在輸了之後 會覺得遺憾 還有有憧憬 因為他們大多數都是在賭場博彩的過程中 曾經擁有過 只不過是 所以就有遺憾 還有有憧憬 下一局他們一定會再來 有些賭客 就會輸得少一點 是因為他們或多或少懂得 控制自己 而有些人就會輸得 比較大 輸得很大 因為這部分的賭客 策略不對頭 以及不懂得自我掌控 另外九賭必輸 就是一定的 你不能夠 不分日夜 長時間 沒有節制地進入賭場 你要學會休息 以及思考總結 每一個人都可以在賭場 曾經擁有 贏了一些錢 但是如果你沒有節制的 只要你玩的次數 或者時間 多了 足夠多了 從科學的數學 概率角度來說 在賭場裏面 任何賭徒 任何賭客 都是 越來越沒有勝算的 時間越長越沒有勝算 電影裏面的賭神 在現實當中 其實是 不會存在的 入到賭場 一定要先學會放鬆 以及要運用策略 光靠 常帝保佑 這個是行不通的 在在下方 拍攝